上課聽講超比技 對一般人來說或許稀鬆平常 但對曾氏華而言 卻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我聽力自從鬧的時候 還沒生下來的時候 就被破壞掉了 同學他們上課的時候 就快快樂樂樂上學 跟老師說上課就很翻屁 那我呢上課的時候聽不到 我下課就要花兩倍三倍的工夫 老師同學眼中的曾氏華積極向學 但先天的聽力障礙 是他只能靠寫字或讀春語 才能看懂老師的講課內容 為了解決他學習上的困難 學校公開招募代鈔員 幫他抄寫課堂筆記 一開始就是教官戶的時候 又不能解釋這個工夫圖 然後實際覺得就是可以幫助人 就覺得還不錯 幫他抄筆記跟平常 就是自己的筆記不太一樣 因為自己知道說 就是在課本哪一頁哪一頁 可是他可能不知道 就是要幫他多標記這樣 就是比平常還要麻煩 比較累一點 自己上課也要做筆記 就大家一起分享這樣子 比較好的部分是自己上課要很專心 然後對課程也要稍微要複習 曾世華白天是個認真的上班族 晚上到大同大學的研究所緊修 靠著毅力兼顧學業和工作 有了代鈔員之後 減輕他不少的壓力 他學校剛好告訴我說 他們可以幫我找一個代鈔員 我聽他這個消息非常高興 有代鈔員可以幫忙 而且苦毒土毒的方式很辛苦 就有代鈔員幫忙是非常的好 我記得聽凡志玲 他打出來了至少有80 他就對我這樣幫助非常的大 代鈔員在幫助曾世華的同時 也能感受到他的滿滿暖意 而這個經驗 也在他們的人生歷程中 寫下了特別的疑點 我心想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學運 你不用繳學費就上課 所以我的動機主要是在於說 其實可以幫助他人 然後又可以自己有多餘的學習機會 那平常就很好 因為他常常會想要找我 一起去請我示範 他對我的態度其實也不會說 就是都是很親切 每次下課的時候 我都會主動幫他們按按摩 幫他們打打氣 要鼓勵他們 非常感謝他們 在曾世華寂靜無聲的世界裡 代鈔員的出現 讓他多了三對耳朵 三雙手 他希望將這份感激轉化成能量 以自身的經歷 鼓勵像他一樣的聽唱朋友 記者李生怡 楊祥語 楊芳語 台北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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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